这件事情是小姨的亲身经历,事情就发生在今年2023年的6月份,小姨因为长期心情抑郁,身体和心理状况都非常不好,当时已经没有办法振作起来了,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逃避明天的到来,马上结束自己的生命,这样就不用再去面对所有的苦恼了。 那种睁着眼睛整晚上整晚上的睡不着,一点一点看着天开始变亮,直到疲倦至极才能睡着的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,周围的人都在鼓励和劝慰,可是这种抑郁不是正能量就能治愈的。 有类似经历的小伙伴们一定能明白这种自己无法振作起来的感觉,能够理解小姨当时的痛苦。 接下来,UP将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小姨所感受到的事情。 我选择了喝农药来结束这种痛苦的感觉,也许去到另一个世界就不再有那么多的烦恼了吧,也许并没有什么死后的世界,人就这么一辈子,说没就没有了。 反正也不会有人留恋我的吧,我不知道,但我感受不到什么快乐的事情了。 尽管我也曾有过很多小小心愿,有很多很多想要去做的事情,不过现在都不重要了,我拿起农药瓶子,就像饮料一样仰头喝了下去。 喝下去之后,很快就是两眼一黑,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 等我再次睁眼彻底清醒过来的时候,家人说,已经是我被送进医院的第三天半了。 前三天,我的意识都是处于半醒半昏迷的状态,虽然我完全没力气动态,也睁不开眼睛,在家人的眼里,我是昏迷状态,但其实我是能感受到周围的状况的,并没有失去知觉。 我仍然清晰的记得,当时我躺在病床上,身体完全动不了,只有头可以轻微两边晃荡。 在昏迷的时候,我是闭着眼睛的,却能清楚地看到周围全是漂浮着的鬼魂,都是人形的,但是他们看上去都是很轻很轻的,仿佛没有重量,是半透明的人形轮廓。 这些鬼魂是在病床边上围成一圈看着我,焦头接耳,就好像在七嘴八舌讨论我的情况一样,但是他们发出的声音是类似于白噪音的那种,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 有的鬼魂甚至像是在仔细观察我一样,还有的直接可以飘来飘去,一边走,一边就从我的身体,我的病床穿过去了。 鬼魂从我身体穿过去的时候,会有很明显的含义,就像是夏天打开冰柜门一样的,一股凉嗖嗖的风,就这样包裹住你的整个身体。 也就是说,他们穿过我的身体,会带走我的体温似的。 这还不算什么,我清晰地记得,当时有一个更诡异的情况是,我病床的左边,一直站着一个老奶奶在看着我,她上衣穿着紫色的衣服,下半身穿着黑色的裤子,稀稀疏疏的白色头发就盘在脑后,双手背在背后面。 她的背是驮着的,她就那样弯着腰看着我,我感觉周围一切都是正常的,护士医生过来查房看我的情况,家人在周围照顾我,一切都是正常的。 但是,没有人和这个我病床左手边的老奶奶说过话,也没有任何人能看到这个老奶奶。 当然啊,除了躺在这里的我,在别人眼里,她应该是不存在的。 也就是说,我的眼睛一直是闭着的,别人看起来我是昏迷的样子,但我其实是可以环顾四周,看清病房里的一切情况的。 不知道这种视角是不是意味着,我当时差点没救过来,已经灵魂离体了呢? 当时,我在医院抢救室里面躺着,如果说以上所有的描述都是在做梦的话, 那么,我清晰地记得,我是三天,连续三天做着前面描述的这个场景一模一样的梦。 直到第三天半的时候,我看到老奶奶转身走了,像是任务完成了如释重负的样子,就离开了。 而我也在老奶奶转身走出病房的那一刻,突然睁开了眼睛。 从这一天醒来之后,我就不会再无缘无故地再昏睡过去了, 而且,在那之后,也再没有梦到那些走来走去焦头接耳的鬼魂,和那个一直在床左手边守护着我的老奶奶了。 医生第四天查房的时候,说我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,状态比较平稳。 我也分不清,这三天究竟是梦,还是我真的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另一个世界的鬼魂。 我把这些状况告诉了家里人,他们有的说,老奶奶应该是已经去世的新人来救我, 帮我拦住了那些企图带走我的鬼影。 也有人说,那个老奶奶是来接我走的,发现我命不该绝,被救回来了,就转身走了。 这件事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,到今天都记忆深刻,脑海中的画面无比清晰, 真的不像是一个三天三夜的梦。 现在,我的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,但留下了一点后遗症,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彻底恢复。 经历过冰临死亡的体验,我对人生的看法似乎开朗豁达了一点点, 也许我能靠现在的自己拯救出来那个一直心灵深处迷失的自己吧。 曾经只相信人死了就一了百了,不会有什么天堂地狱下一辈子的那个我, 现在真的相信世界上有鬼,那些鬼影子窃窃私语的穿过我身体的那种寒意, 让我现在不敢一个人在家待着。 以上就是小姨讲给大家听的亲身经历。